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话题 特朗普2.0 经历了几周的美国政治震撼后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机会 看起来越来越大 在这期Views Room播客中 Breaking Views的专栏作家们 深入讨论了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 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以及为什么这次他可能会更加强大 回顾他的第一个任期 特朗普的每一个决策都在国内外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无论是贸易战、移民政策、外交关系 还是国内经济 如果他再次当选 他将更加坚定地推行他的政策 更加依赖核心支持者 并且可能会进一步推动美国优先的政策 然而新的挑战也将接踵而至 包括国内外的反对声音和经济问题 总的来说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可能会更加强势 但同时也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他的政策和行为方式 将继续引发广泛的讨论和反应 并且可能会对美国和世界 产生深远的影响 无论如何 特朗普2.0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特朗普2.0可能相同 但更强大 一文来自Ruders Breaking Views 在经过了几周的政治震荡之后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 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机会 看起来更高 在这期viewsroom播客中 Breaking Views的专栏作家们 讨论了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他的第二个任期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以及为什么这次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有权力 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 充满了争议和戏剧性 他的政策和行为方式 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讨论和反应 从贸易战到移民政策 再到外交关系 和国内经济议题 特朗普的每一个决策 都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那么如果他再次当选 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 特朗普可能会更加坚定地 推行他的政策 经过第一个任期的经验 他已经熟悉了 如何操作政府机构 如何应对反对声音 并且如何利用媒体 来达到他的目的 这意味着 他可能会更加果断地推行他的议程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在国内政策方面 特朗普可能会继续强化 对非法移民的打击措施 进一步收紧边境管制 甚至可能推行更为激进的移民法改革 在经济政策方面 他可能会继续推行减税政策 削减政府福利开支 以其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 在外交政策方面 特朗普可能会继续坚持 美国优先的原则 这一政策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 已经成为他的标志性口号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 如果他再次当选 他可能会进一步推动这一政策 甚至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 来保护美国的利益 例如 他可能会重新评估 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 甚至考虑退出一些 他认为对美国不利的国际协议 此外 他可能会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进一步加大贸易战的力度 以期在全球范围内维护美国的经济 和地缘政治优势 其次 特朗普可能会更加依赖他的核心支持者 这些支持者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 表现出了极大的忠诚 无论他做出什么决策 他们都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 这种支持 将使他在推行一些有争议的政策时 更加有底气 例如 在应对国内反对声音方面 特朗普可能会利用 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 直接向他的支持者传达他的政策理念和措施 通过动员和激励他们 来对抗反对派的压力 然而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 也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 首先 他需要应对国内外的反对声音 无论是来自民主党的反对 还是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这些都可能成为 他推行政策的障碍 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力量不容小觑 他们可能会利用各种立法手段 和司法诉讼 来阻挠特朗普的政策推行 此外 国际社会对特朗普政策的不满 也可能会加剧 特别是在气候变化 国际贸易等领域 特朗普的政策 可能会遭到更多的反对和抵制 在国内经济方面 虽然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中 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 但美国经济仍然面临许多挑战 例如 贫富差距的扩大 失业率的居高不下 公共债务的增加等问题 依然存在 特朗普需要拿出更加有效的措施 来应对这些问题 否则他的经济政策 可能会受到质疑 同时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 特朗普也需要灵活调整 他的经济政策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挑战 和不确定性 此外 特朗普的领导风格 也可能会继续引发争议和分裂 他在第一个任期中的许多行为 被认为是挑衅性的 甚至是分裂性的 这使得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 进一步加剧 如果他在第二个任期中 继续这种风格 可能会进一步加深社会的分裂 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冲突和动荡 总的来说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 可能会更加强势 但也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他的政策和行为方式 将继续引发广泛的讨论和反应 并且可能会对美国和世界 产生深远的影响 无论如何 特朗普2.0将是一种 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 在播客中 Breaking Views的专栏作家们 进一步探讨了 特朗普可能采取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以及这些政策 可能对美国及全球产生的影响 他们分析了特朗普在经济 外交 内政等多个领域的可能动向 并提出了 对未来局势发展的预测和见解 他们认为 特朗普的强势回归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变数 但也可能在某些领域 带来新的机会和突破 在结束讨论时 Breaking Views的专栏作家们提醒听众 无论对特朗普有何看法 都应该保持关注和思考 特别是在面对 未来可能出现的复杂局势时 理性和客观的分析 将显得尤为重要 想了解更多的详细分析和讨论 建议听众收听完整的播客内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特朗普2.0可能指的是 特朗普如果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他的第二个任期 可能会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根据Writers Breaking Views的分析 讨论集中在特朗普 可能会更强大 和更加果断地推行他的政策 以及这次为何他可能会拥有更大的权力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 特朗普的政策和行为方式 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讨论和反应 他主要推行了许多具争议性的政策 如贸易战 严格的移民政策 以及强调美国优先的外交和经济策略 这些举动在国内外 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和反响 回顾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 他主要通过一种强势的领导风格 和非传统的政治手段来推动他的议程 例如他使用社交媒体 直接与公众沟通 以避开传统媒体的过滤 他也经常解雇 与他意见不合的官员 并且在许多政策上 采取单边主义的方法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他可能会利用 他在第一个任期中获得的经验 来更加有效地操作政府机构 这意味着 他将更果断地推行他的政策 应对反对声音 并利用媒体达到他的目的 这种情况下 他推行的政策 可能会更加激进和强硬 特别是在涉及贸易 移民和外交的议题上 此外 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 显示出极大的忠诚 这些支持者 在面对任何挑战时 都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 如果他再次当选 这些支持者 将继续成为 他推动政策的坚实后盾 从而使他在面对反对声音时 更加有底气 一旦再次当选 特朗普可能会更加强调 美国优先的政策 这一政策 已经成为他的标志性口号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 这一政策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和经济策略 如果他继续推动这一政策 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 来保护美国的利益 这可能包括更激进的贸易政策 更严格的移民法规 以及更强硬的外交态度 然而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 也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 首先他需要处理国内外的反对声音 无论是来自民主党 媒体 还是国际社会的压力 这些反对声音 可能会成为他推行政策的障碍 其次 他需要应对国内的经济问题 尽管他在第一个任期中 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 但美国经济 仍然面临贫富差距 失业率等挑战 总结来说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 可能会是一个更加强势 更加果断的政治时期 但同时也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和反对声音 他的政策和行为方式 将继续引发广泛的讨论和反应 并且可能会对美国和世界 产生深远的影响 特朗普2.0 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都应该密切关注他的动向 想了解更详尽的分析 建议收听 Writers Breaking News的播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特朗普2.0的回归 是一个让美国重回伟大之路的机会 他在第一个任期中 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 无论是经济还是外交 他的坚定和果断 让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重新站了起来 我们都记得他的贸易战 如何让中国重新考虑其政策 这样的领导力我们不能忽视 楚天书 你真是太有趣了 特朗普的坚定和果断 更多的是像个脾气暴躁的小孩 随时准备摔玩具 他的贸易战不仅没有改善美国的经济 反而让美国农民和企业苦不堪言 你是否忘了那些被迫申请政府补助的农民 再说 他的外交政策更像是一场真人秀 充满了奇葩桥段 让美国在国际上成了笑柄 奇奇 别忘了特朗普在减税政策上的成功 这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根据美国商会的数据 2018年的企业投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不正是他政策的成果吗 而且 他在移民政策上的强硬立场 保护了美国的边界安全 让非法移民问题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哦 减税政策 你是说那个让富人变得更富 穷人更穷的政策吗 据皮由研究中心的数据 减税政策使得富人和大企业受益 而普通百姓却没看到什么好处 至于移民政策 坚强花费了多少钱 而且效果如何 非法移民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反而让美国成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噩梦 奇奇 你的归纳似乎忽略了一些重要事实 根据劳工部的统计 特朗普任期内失业率降到了50年来的最低点 这难道不是对他经济政策的最好证明吗 而且 他的美国优先政策让其他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美的态度 这在外交上是一次巨大成功 记得他和北韩领导人的握手吗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哈哈 楚天书 失业率低是因为他继承了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回升 这一点连华尔街的专家都承认 而且和北韩握手 你指的是那场没有任何实质成果的秀吗 特朗普的外交策略更像是个导演 他只在乎镜头前的表演 而不在乎实际结果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